冬秋节快到了 今年刚好碰到周末 所以廉价三天 饭店又要抢钱了 推出烤肉大餐 当中有不小的优惠 卡锅要卡金哦 很多的顶级料理 都几乎被订满了 隆隆炭烤箱的态势传烧 飘出中秋烤热味 今年适逢周末又三天廉价 饭店业者推出 住房送BBT大餐 吸引消费者目光 因为刚好达到廉价 那今年可能大家 也愿意在台北做团圆啊 而且加上有竹竹帮你烤肉 订满的状况比我们预期还要快 去年才开幕的军品 首次加入中秋烤肉战局 999元加益城 胎式炭烤吃到饱 并平常便宜一半价格 9月10号十一全订满 另外每年固定举办 永时露天派对的国賓饭店 今年提高预算 邀请超我歌手中天会演唱 每人1200啤酒上瘾加烤肉餐 两周就被订光光 永远都讲 但是我们就是 基于服务消费者的一个原因 所以就是其实没有什么挑战 坚持不涨价 除了露天烤肉赏月 金华酒店则主打顶级烤肉宴 熬龙虾 澳洲和牛烧肉套餐 每人定价虽然要2600元 定位率人高达7成 业者乐观表示 三天廉价 让不少民众愿意花大钱 庆祝佳节 预计比去年业绩成长不少 周年新闻林东明 路易台北讲文报道 好